卢克肖表示,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曼联的新合同,木帅鼓励卢克肖希望他成长。 卢克肖说道,个人而言,我不认为,我现在就想签订新合同,因为我想向人们证明,我配得上新合同,无论未来几个月发生什么,我不想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而签订合同,我想努力赢得一份合同,我想要一份合同是因为我理应获得合同,我不想因为明年我将成为自由身为而获得合同,我希望这是因为我配得上合同,俱乐部想我签订合同, 上赛季卢克肖在英超锦首发八次,他成为阿什里扬的替补。但他表示,除非穆里尼奥说不想要他,否则他会留队,他继续说道,我不确定夏天会发生什么,你真的不知道这个赛季将发生什么,这会不会像上赛季一样,除非事情发生巨大的变化。 主帅来告诉我,我不在他计划中,否则我将留队,我在这里不是只拿薪水不做事,我很年轻,我才23岁,仍有漫长的职业生涯。 我想踢比赛,我不能一直坐在踢补习,让生活就这样下去,或者去抽血加不做任何事情,这不是我,我想踢足球,本赛季我当然想上场,我希望能上场,如果没有上场机会,我需要审视自己,也许能找到另一个解决方案。 上赛季木里尼奥曾公开批评卢克肖,但他强调,曼联主帅只是尝试令他成为更好的球员,他说道,他说他知道我能成为最佳,但有时候他对我未能做到这些感到失落,他知道我能做到什么,休赛期他给我发过这样的信息,我知道你能做到什么,你能成为最佳,但你要做好几件事,这给我带来了更强的推动力。 他说这些是因为他了解我的能力,他知道我能成为一名顶级球员,他知道我能为曼联校弟,有时候这很可怕,因为人们只看到他公开说的东西,这没什么,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,我能接受像这样的事情,但在训练场内的东西,除了我没有人能看到,这给了我信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